而距离孤家子村一百多公里之外的铁岭昌土县,有一群人依然在坚守着寓意种植。 作为产粮大县,品种不变,改变的会是什么呢? 在种粮大县昌土,几代农民守着黑土地种下黄玉米。 传统种植的思维定势就是清洁杆,翻地,起笼,播种。 但这样的老把式会让土壤失伤,造成板结。 地该怎么种才能更科学。 盛铁雍,1999年大专毕业回到老家昌土县亮中桥镇,成为一名农民。 2012年买了全镇第一台免耕播种机。 不用再处理节杆,对土地破坏也小。 但打破传统,需要技术,需要勇气,需要耐心。 我刚买进免根不农机时,很多农民都在笑问我,说这圣老山造进地呢。 最有意思的是我岳父,我第一年都种了一年了,丑挺好。 第二年呢,我找他,我岳父也种点地。 我说,岳父,你那啥,你这点地我白给你种,免费给你种。 我按我岳父说的,说你找我钱我都不用你种。 一片质疑声中,圣铁雍对这种机械化保护性耕种方式信心十足。 而这种信心,源于他多年来,对种植技术的不断钻研和投入。 那就是刚开始前,还没用到那个四轮的和那种那个传统的那个就是机械化呢。 我们用马拉机种地,一天一台马拉机种20亩地,那个效率很低。 你像我们现在的播种机,一台播种机一天能播150亩地。 一台收割机一天能收150多亩地。 这就是一个,为什么我们现在能敢种这么多,这么大的面积。 从20年前最初的十几亩地,慢慢流转到六七十亩地,几百亩,一千亩地,再到如今的五千亩。 从单兵作战到成立合作社,圣铁雍对于种地这件看似简单和天经地义的职业,有了新的理解。 种田不是原来的传统种田了,现在的需要科技。 是农机与农艺相结合嘛。 你有好的农机,还有好的农业技术,它俩一起结合之后,才能种出好的地,还能种出高产的地方。 老农民很难接受新事物。 只有我们这种经常出去学习的职业农民,才能接受新鲜事物。 将来的土地谁来种,就得需要我们这些职业农民。 起初给钱都不让众的岳父,看着年年高产丰收的女婿,松口同意了。 圣铁雍带动和改变的不只是家人,还有镇上很多农民。 小的跟他买,他们买啥样,我就跟他买啥样,必须得找,必须跟他销,你不销的话,你就得落后,被淘汰。 一是思想,第二就得奋斗,第三还是命运和机遇。 现在我们量农桥镇,拥有免根部种机遇超过一百台。 我们和这事就已经达到四三台了,所以说在经过这几年的发展,可以说农民也在接受。 经过几年的保护性耕地,捷杆还田,地里的蚯蚓多了,地力增加了,产量提升了。 每年秋天,黄澄澄的粮食一卖出去,就意味着收获。 这是圣铁雍最幸福的时刻,他对这片黑土地挨得深沉。 原来就是一亩的一千二三,一千十五的产量,现在两千斤不是梦了,所以说产量提高了,也为国家做攻坚了。 包括这次洗衣种书记,道理书提到了,咱们那个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嘛,所以说更加的要保护好我们的土地。 如今,圣铁雍的合作社已经全都实现了机械化,应用上了无人机。 未来,他还要引入无人驾驶涂垃圾种植,继续学习,用最职业的方式,当好农民这个职业。 我为我的实业农民身份感觉非常骄傲,我们准备继续把我的合作社的规模扩大,在一个黑眼镜更先进的农业机械和先进的农业技术, 让我们种地更省力,成本更低,种出更好的产量,让大伙都富起来,带动农民也支付。 制服录上一个都不能少,发展产业精准帮扶,五年来,铁岭市高质量完成贫困人口脱贫,贫困村消耗任务。 截至六月底,铁岭市216个贫困村全都脱贫消耗,预脱贫1819人全都达到脱贫条件,达标率100%,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年平均标准有4350元,提高到4838元。 2019年,铁岭市农业标准化种植面积达到38万公顷,粮食总产量达100.34亿斤。 在辽宁粮仓铁岭,振兴发展的美好蓝图正在变成现实图景。